半人那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呃...這也不是用假的 這是一體真心的 嗨!大家好!我是安克 今天要來聊聊的是什麼裝備我認為是在 露營車上 最需要優先安裝的裝備 我個人認為是四路行車記錄器 因為 在安裝之前 我開豆瓶出去就比較大的車出去的時候 會很沒有安全感 尤其是在 呃...不管是閃右邊 會很擔心右邊會不會有機車啊 或者是像左轉彎的時候 常常尾巴會看不到 甚至在倒車的時候 基本上 我都完全拿捏不到距離 那我平常也是在開車 上下班 所以 開車經驗是有 但是 每次往往開到比較大台 豆瓶的時候 要出去玩的時候 會非常的緊張害怕 那 自從哥哥幫我安裝了四路行車記錄器之後 改善了很多 那 今天 接下來就是要來聊聊 我今天 安裝的這款四路行車記錄器有什麼優缺點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影片 影片我 因為白天基本上行車記錄器都不會差的太多 所以我截取的畫面通常都是晚上 甚至完全沒有路燈的狀態 我會覺得比較可以讓 讓 讓人家知道說 嗯 這台行車記錄器的 功能 到哪裡 這樣子 好 現在這邊是在那個一般小鎮的 路上 這時候是傍晚大概五六點 不記得 那 基本上畫面還算是清晰的 這是前鏡頭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還蠻OK 然後旁邊經過超商啊 然後旁邊的車 都算拍得清楚 那個還有路標 都算是OK的 然後接下來看到這邊是完全沒有路燈的狀態之下 那對面 就是我挑一個對面剛好有來車 基本上我說真的沒有看到車牌 這樣子 那 重點是這邊是完全沒有路燈 我們錄影常常會到完全沒有路燈的山上嘛 所以我才會截取這段畫面 這樣子 好 接下來這是後鏡頭 白天 那想要讓大家了解說 欸 鏡頭 那個範圍可以到哪裡 然後這時候我是一個右轉彎 到到到到哪 好像是加油吧 對 那鏡頭的範圍也是蠻廣的 嗯 這邊是我洗車的時候 測下來 後面假設就是有站人那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這樣子 然後後鏡頭 經過我用水這樣子沖之後 那個鏡頭的水也是可以慢慢的 也蠻快的 大概一分鐘以內絕對可以消得乾淨 這個樣子 那我會通常會看我的正下方 就是保險桿那部分 那是因為我還怕要是有小朋友在後面 我看不到 好 接下來這邊我記得是從 加油站出來之後 讓 讓 來了解一下說 從後面 晚上的時候 後鏡頭看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基本上後鏡頭假設真的發生罪狀 那個車拍也是有拍得清楚 我覺得還不錯 那他的角度也是蠻廣的 你看左右的超商都是還拍得到 假設有機車 兩邊的機車道是都看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這邊是左切的時候 就是左鏡頭 左鏡頭 這時候可以看到 這時候可以拍到 左邊的來車 但是左右鏡頭的像素 我記得就是沒有那麼高了 這樣子 跟前後 差蠻多的 就比較模糊 大概只有480吧 我認為 然後一樣 這邊 左鏡頭是在完全沒有路燈的狀況之下 所看到的畫面 然後長的大概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就是 比較灰暗 但是 還是 隱約看得到有沒有來車 來這邊右鏡頭 白天的部分 會挑這個畫面是因為 可以看到右邊的車輛 那個 蠻多的 也可以開 拍得到機車道的部分 OK 看兩個車道 右邊兩個車道都還拍得到 晚上的時候 在完全沒有路燈的狀態之下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 OK 非常的暗 我們來看一下從外面 看那個鏡頭外面 安裝的方式 安裝的方式 這個樣子 從外面打一個孔 線從裡面穿 最後 那個 哥哥他還有在幫我做防水 所以從來沒有漏過水 OK 這是 右鏡頭 看一下 後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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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也是瘦得很漂亮 從外觀看來 來外觀看 其實基本上看不太出來 鏡頭的感覺 然後也是可以再做一個那個防水照 也是可以 只是我不想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來 鏡頭是長這個樣子 來 來 看一下左鏡頭 左鏡頭的樣子 好 那一樣都沒有漏水的痕跡 防水都做得好 而且重點 修邊 我覺得修得很漂亮 我很滿意 好 這是外面鏡頭 噔噔噔 這是四路行車 對 記錄器 記得 那個記憶卡是 前後 左右 前後 左右 左右 對 前後 這個可以滑 滑 往中北點 哦 這是亮度 這大小聲 是啊 這大小聲 咦 哦 在這裡 在往上往下 哦 哦 像是後鏡頭 哦 這樣才可以看到你的漫巴啊 咦 對啊 問我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調 調這樣子 對啊 這照遠啊 照太遠 我那時候 我一直走漫巴那邊看不 那邊就瞧啦 那邊就瞧啦 一直往下 對啊 這就是你的漫巴 那邊看起來漫巴 對啊 哦 啊 你要 你要開導航 在這個城市這裡 Google Google 系統設定 應該是 看 你看 哦 這的話 然後 打火水 你看 軟體的 一定會出來 然後 你應該出來 你看 我先關掉 沒太差 你關掉你就 還是可以用吧 可以用嗎 沒有 不行 不行哦 過電 不用發動而已 過電 不用發動 哦 你要去搜尋 按這裡 青年高中 就像我們搜尋 就像我們Google 對 就直接點 對 哦 好 開始到 我接收 哦 就一下 對 哦 剛 這方便啊 但是你就比較麻煩 就是要開網路給他 還好啦 對啊 那 我想說剛剛我看到車速照相 車速照相 你就是每一次都要開來 這裡 車速照相 很麻煩 你就是還要再去按開 就變成每次開車前要先按啊 對 每次發動就是要按 按一次 他才會 你知道你定位完成背景 背景 按背景 按行車 你才會 他就會給你提示了 哦 就會在這邊 對 每次都要這樣子 好 對啊 然後 會 看看 運用才是 反正 反正 哦 他有分左右的 對 我記得是插兩張卡 對 在上面 插兩張卡 左邊是前前跟後 右邊是左右 右邊是左右 右邊左右 好 好 好 他要顯示這個領的時候 就是代表你會有側速照相的 對 他就直接切 現在沒有平行線了 對不對 對啊 才不會覺得奇怪 但是 趴趴趴就有了 那個 假設如果 有人要那個平行線 那要怎麼設定 平行線來 按這裡 齒輪這裡 通用 輔助 輔助線 好 你現在打剛剛 他就又有了 打左方 有些人喜歡看這個 看每個人不一樣 你喜歡看 那就弄著 對不對 警示燈 就是左右一起 對啊 對啊 所以這齒輪 影片畫質也可以選 你先停止 要先停止 路線 1080P的 最高可以到10 對啊 然後時間 記憶卡 然後重複嘛 對 他會自動覆蓋 輔助設定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 車道輔助功能 偏移 偏移他也會講 對啊 各位記憶卡 你春風這樣 我還 這個 這個 我這個很少玩 很少再用到 對啊 設定看 好 回放 重點是馬上就可以回看了 對 但是你99 要把它格式化 就是要按這裡 按著 全選 刪除 確定 99 可是它不是會覆蓋 會覆蓋 但是你 你記憶卡 也要把它 把它格式 對 不要一直都沒有把它格式 人家都會 額外格式 看看 全選 全選 刪除 確定 全選 刪除 都沒了 對 對 所以 你 假設有事故 你就是 最笨的方法 把記憶卡 退起來 嗯哼 它才不會一直覆蓋 就先拿 趕快先拿起來 對 慢個五分鐘 十分鐘 再拿就好了 好 因為它這個記憶卡 說坦白的 嗯 16G 前後 前後的 它有可能 一小時就輪槓一次 喔 一小時 等於就兩個小時 一個記憶卡就有純純兩個小時 對 可以用點的 小視窗 就這裡 那這裡 對 按這個鈕 對 對 這樣子 就是不用 就是因為接啊 不用 那個 引擎發動也是可以 對 錄 你也可以按鎖檔還是什麼 但是 那就是 你鎖檔以後 銀槓的時間就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對 來看一下設定功能 還有什麼可以選擇 有錄影時間 影片畫質 跟G-Sensor 時間有 一分兩分三分可以做選擇 那 影片畫質 統一 1080P 好 G-Sensor基本上 我是把它關閉的 通用設定有倒車影像啊 轉向車具輔助線 左右格式化的儲存卡 那個 它有兩張記憶卡 一張記憶卡是記錄左右鏡頭的 一張記憶卡記錄前後的 那 轉向車具 這一個 就是倒車 看一下 假設倒車的時候 就是這個 格子 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不想要這個格子 有的人不習慣 也可以把它關掉 那 我是有把它打開 輔助線 那 剛剛還有說 輔助系統 車道輔助啦 焦點設置 偏移的預警 靈敏度 前車碰撞預警等等 齁 前車起步停行 性能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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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度齁 基本的功能啊 好 那我主要 我會覺得這個好用是 因為 你看那個 一般我們 車子 車子 這台 Dolphin啊 我覺得一般的轎車也一樣 我這邊通常 我會裝一個 手機啦 之前 那個手機導航 就會放在這邊嘛 那假設 通常試路的行車紀錄器 大貨車這邊就是會多一個Monitor 放在這邊或放在那邊 但是我就是不想要再 擋我的視距 所以 我才 要求哥哥說 幫我找這種 就是後視鏡的 那我也真的覺得很好用 然後 當初 呃 這也不是用假的 這是一體成型的齁 我來看看怎麼拍 一體成型的 哥哥當初就是直接幫我 想辦法 接在原本的 後視鏡的 座上 然後就是 接的這樣一體成型 把原本的拔掉 因為他是一個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假的 試路啦 試路的線也比較多 然後 哥哥就是很用心幫我 把它做成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現在開車的 視距就是這樣子 比較乾淨 就不想要再多一個Monitor 在我的前方 擋住我的視線 那我平常開車 開車的話 我會稍微 調左邊一點 看Monitor這邊的螢幕 主要 我會推薦說 露營車 一定要安裝 是因為 尤其是在切 切左切右的時候 我會覺得 大車總是比較危險 那多一個鏡頭保障也比較好 終於到最後了 首先 先謝謝大家 可以看到最後 一支 嗯 露營車的頻道 介紹的第一個裝備 竟然是行車紀錄器 但是我真的還蠻用心 製作這一支 也真心推薦給大家 也是我自己花錢裝的 只不過哥哥幫我裝 也幫我挑到一款 適合我的 就是我覺得 行車紀錄器以外 我要再加上 左右兩顆鏡頭 這樣子 像我們露營車 常常到山上 或更 偏遠的地方 然後不管再倒車 或者是 切左車到 右車到 注意到 右邊的機車 都會有比較安心 不管是T4 海力士 還是 德利卡 甚至更大型Evico 現在改裝的 自走式露營車 我覺得 四路行車紀錄器 我覺得是優先安裝的 裝備之一 那 我另外一個方式 會使用在 今天在駐車的時候 假設我是在車內 我會稍微開一點 因為要是有草叻 我會看一下 外面是有什麼狀況 就可以透過四個鏡頭 旁邊是有什麼人 有沒有危險的狀況 那 推薦給大家 那 哥哥 他 這次真的很謝謝他 幫我先牽的很漂亮 然後 包括 安裝那個主鏡頭 都是 做得非常漂亮 我很滿意 那 推薦給大家 哥哥也有幫 幫 就是說 安裝行車紀錄器 他也很懂這方面 不管是安卓平板 裝在 車子上的 他都 很懂 假設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 今天的影片就交換到這邊 掰 現在來記錄一下 這個 我使用四路行車紀錄器 放置好 他左右 可以再看 除了正常 我現在已經射後面了 那 左右可以再看 我前後的這兩個鏡頭 可以看那個 可能 右邊假設有摩托車的話 我覺得這也蠻好用的 那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是一開 全部 打門的 一切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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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那個 照後面 那 有時候 我會開左右兩側 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左邊嘛 那 假設在四區 我就會開右邊 然後可以知道 右邊有沒有 什麼車這樣子 這樣 讓大家看右邊 會更更清楚 更明顯 好 然後 我們來照片 畫面 那 那 可以選 調換鏡頭 然後這是前方的 那 這是前方的 那 我習慣 我平平看過面 反而因為 車子 東西車比較大 所以我很害怕有這個使用 所以幾乎是照下 這樣 我還會 使用那個 測速照相公文 是不是知道 很好用啊 等著大家一定 真正論的 網路要分享給他 那 網路分享 因為我們設定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位飛行機 它就會在旁邊 然後 它就會在左上角 或者你拿自己去 會直接 我希望看左上角 那 那 一樣 如果你有限速的地方 它就會爆 那 我 設 一個 GOMAP GOMAP 我 哇 那 開車我都不喜歡再打車 所以我都用 對 那 我現在設 灣山 實際醫院 那 就跟我們 建格一般用作公文 跟 然後我習慣 然後 我開始導航 記得要念 看 用念的 蠻重 那時候 那個 文學 喜歡前面 還是很乾淨的 我比較白說 通常我這個 我架這個的話 就是在拍前面 或者是自拍 就是我習慣的時候 所以我習慣這樣 就是很乾淨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 尋尋錄音 因為 通常這邊會有在一個 monitor 那我就是 尋尋錄音 這樣 我都要 動照進 那這樣子 後面才有什麼 可以看 那這個就沒有 其他APP的功能 他沒有那個 下載 下載 他就是 測試跟 領域 這樣 所以我們看這個 還不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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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冷靜 感谢观看 好